据他媒体报道 陈建民在最新一期幸福餐重做 竟然亲自下厨 替老婆蒋青青掌握好食物 蒋青青看到桌上菜油 紧直惊呆了 陈建民亲手做了番茄炒蛋拌面 两半小黄瓜 蒋青青看了惊呆 但原因不是太厉害 而是看不下去 从乱七八糟的厨房 到餐满上番茄 让他非常震惊 西红柿都不去皮了 吃干净了吗 我不会吃完中毒吧 果然陈建民可了解老婆了 蒋青青说他番茄没去皮 没洗干净 他还说没听到 接着蒋青青说 这西红柿切的 不是 能把它炒好吗 不是 这个西红柿啊 群众不好 群众不好 陈建民实在里游一堆 又沉迷于自己的厨艺 猛自我夸赞 不错 真的很好 让蒋青青忍不住叹气 翻了超大的白眼 接着陈建民又想赖皮 不想煮晚餐 蒋青青直接一记横凳 陈建民马上接话 可以 没有用 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